组合曲线 它是通过曲线或者草图几何面 或者模型的这个边线组合成一条单一的曲线 这就叫组合曲线 相当于它就将多段的曲线连到一起 像我们这里就可以把这个模型的上表面的两个边线 我也给它认为是一个曲线 给它合到一起 那么这里就是点击查入 曲线中的组合曲线 我就将那个上表面侧面两条边线选中 左侧这就是组合曲线的这个属性设置 要连接的草图边线或者曲线只要选中 单击确定组合曲线 这一根组合曲线将生长 蓝色的小的蓝色的显示的就是组合曲线